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革命的动力是什么 然后具体分析地主阶级 什么资产阶级 农民以外的各阶级 农民阶级 无产阶级 游民做了专门的分析 然后接下来又分析中国革命的性质 中国革命到底是什么性质 第六节 关于中国革命的前途 第七节 中国革命的两重性和中国共产党 定名就叫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 准确说这是1939年年底的时候 毛主席撰写的《中国革命 中国共产党》 这是一个重要的著作 在六节六中全会上 毛主席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 这个命题直到今天我们党校没有人不知道 没有一个共产党人不知道 叫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过去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是本本的 甚至是俄文的 甚至是满口都是第一多路的 那外国化 那这个东西到中国来好不好呢 好呀 但是如果不中国化 中国适应不适应 那肯定消耗不良 肯定不适应啊 所以毛主席在1939年提出来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之后 毛主席撰写的 和非常自觉的撰写的 我们党最重要的理论著作之一 这个文中提出了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 与共产党人发刊词 新民主主义论一起 现在看的 它不但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代表作 而且是关于中国前途 中国命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前瞻性的著作 在纪念我们党单纯一百周年的时候呢 我就在想 什么样的文章 它是最具有代表性 我们中国共产党所走国的历程当中 大家想一想 如果没有毛主席的引领 没有毛泽东思想的引领 没有毛主席高屋建领 那种理论上的自觉 那些红篇的这个论述的话 那我们党 用小平的这话说 我们党还在黑暗中徘徊 这么一篇文章的背景是 40年1月 毛主席为了反对 为了驳斥 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叫嚣 那时候 国民党顽固派 当时抗日 大敌当前 国民党顽固派 天天要灭了共产党 中国往哪去呢 毛主席写了 先是写了新民主主义论 对我说错了 毛主席后来写了新民主主义论 在这之前他写了中国共产党人发刊词 在这之前他写了 一年前 不到一年前 几个月前 毛主席写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上非常重要的著作 其实长征之前 包括长征当中 有一些在莫斯科留学回来的人 瞧不起毛主席的 说老毛你懂什么马列主义 毛主席 那当然读俄文原版的 当然不如你们了 对吧 但是毛主席重要的不是你们对俄文原版书熟悉程度怎么样 认识共产国际多少人 而是你的理论拿来是要用的 按照毛主席的说法 马克思主义都是刀子 是工具 马克思主义是工具 我们为什么要马克思主义啊 我们是为了解决中国问题啊 中国中华民族到了这种地步 怎么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啊 马列主义是个工具 毛主席的原话是 因为马克思主义合用 其他的不合用 所以我们呢 学习马克思主义 但是我们要发展马克思主义 39年12月 毛主席写了中国革命和中共成党这本书 然后呢 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 毛主席提出中国话 这样一个命题 这事儿 这事儿非常非常重要 第一节讲中华民族 第二节讲古代社会 那个时候 这本书是给谁 给全党读的 那时候党的很多干部 都是工农干部 没文化 没读过一天书都有的事 读过两年书 四年 读四年书 当时叫支持分子 因为什么 也叫高小毕业 我爹当年就是高小毕业 当兵没多久 当文书了 就连队里面比来比去 就他自写的好 就他有文化 所以那个时候 给工农干部讲这个道理 他既要通俗易懂 又要高屋建立 那还有大量的支持分子呢 还有讲管去来的很多青年 还有要着眼于中国 共产党在民族解放战争当中 所处的位置 要提出中国的前途问题 所以那个时候 毛主席所遭遇的一个环境 他提出这个问题 实在是太难了 那第三节是讲 殖民地 半殖民地 封建社会 毛主席仔细分析了 中国过去是个封建中国 然后呢 一步一步演变为一个 殖民地 半殖民地的这样一个过程 叫半封建 半殖民地 和殖民地 这样一个过程 分析了殖民地 半殖民地 封建社会的特点 分析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毛主席说 帝国主义 列强其略中国 一方面 促使封建社会解体 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 把封建社会 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 但另一方面呢 他又残酷的统治了中国 把一个独立的中国 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的中国 这就对中国殖民地 半殖民地的封建社会 做出一个准确的科学定义 这两句话太重要了 不得了了 毛主席准确 产生了中国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的性质 然后把这个认识提到了科学的高度 毛主席还专门分析 中国的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 到底有哪些特点 12345 第二章里面 那主题讲中国革命 毛主席分析 中国革命的对象是谁 中国革命的任务 革命的动力 革命的性质 还有革命的前途 全部的分析都立足于对中国社会的分析的基础上 社会不了解 那你革命怎么革 那革谁的命的前途是什么呢 简单说 文章的结论是 中国革命的终极的前途 不是资本主义的 而是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 毛主席说 这是没有一亿的 这话太重要了 1939年 毛主席 关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关于中国革命的终极前途 不是资本主义 而是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 毛主席说 这是没有一亿的 毛主席还说了 这样的话 说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最后结果 要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 要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 他的结论是 不能不具有极大的可能性 毛主席之所以 我们把我们党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世界 相结合的第一批的理论成果 以毛泽东统治的名字来命名 毛泽东思想 就是因为没有人比他更高明 后来有人贬低毛主席的时候 曾经有个说法 叫做毛泽东思想 是集体的成果 当然有集体成果的因素 但是毛泽东同志的 天才的伟大的贡献 毛主席的杰出的贡献 发展马克思主义 和他个人是不能分开的 所以不是简单的 集体智慧的捷径 有集体智慧的捷径 当然是 但是如果有人说 我也有份 那这个说话的人请你谦虚 因为我们要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 毛泽东同志本人的 天才的卓越的伟大的奉献 伟大的贡献 那是不容否定的 毛主席的这个著作 表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 到这时候在路线 政策方面相当成熟了 一整套的完整的政策体系 提出来 标志着马克思 令令主义 同中国革命世界相结合 我们的毛主席的思想 要发展了一大步 毛主席关于半人民 半封建的社会的总结概括 那当然对马列理论的发展 建立新民主义革命 那叫一个前提 百年来 中国革命走出的道路 完全是按照毛主席 所指引的方向前进的 包括今天 有人误以为 毛主席的思想是 新民主义革命有用 社会主义建设 最多是前些年有用 我要强调的是 毛泽东思想 是原理论 是根理论 直到今天的中国社会的改革和实践 依然是在毛主席思想理论基础之上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 丰富之发展之 我们 今天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对不对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那于是就有这样的事 有人就发展 这个产业 那个产业 这个产业 那个产业 对不对呢 好不好呢 好的 比方说我发展 这个医疗产业 对不对 文化产业 什么产业 什么产业 我不是否定这个产业 但是我想提出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昨天在八一场电影观播会的时候 彭文生 庞贤之 几位前辈 他们议论到的问题 就说法国呀 法国当年在改革的时候 法国不是第一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这样的传统吗 当年法国社会 法国到今天也是资本主义社会 但是法国的左翼的政党 法国的理论家 他们居然在严格的区分市场经济和市场社会 他们说法国固然是市场经济 但是我们能不能变成一个市场的社会 法国的理论界的人士说 我们不能变成一个市场的社会 那回头看我们今天的社会 我们今天发展市场经济是毫无疑问的 因为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我们打造初级阶段的理论 为解决我们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 那惦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这是个及时性的共建 说明了很多问题 概述了很多问题 对今天的社会性质做了准确的定性 但是我们因为发展市场经济 所以我们也要变成一个市场的社会吗 什么都能市场化吗 文化产品也要搞成市场化吗 一部分市场化还是全部的市场化 滕文生同志讲到文化产业文化事业什么关系 文化产业文化事业什么关系 文化产业就是文化事业吗 还是文化事业要全部变成文化产业 文化产业就是说 要用市场的方式配置资源解决问题 但是如果我们的文化事业 全部都用金钱来衡量 那不就流量吗 那不就票房吗 那不就小鲜肉吗 那不就只要赚钱 各种病态都出来了 对不对 有些东西可以市场化 有些东西坚决不能市场化 彻底市场化 导致老百姓天怒人怨 那当然就要改回来吗 那是这样的问题 实际上讲的是 中国革命的终极前途要避免资本主义 而要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 毛主席1939年 那是个什么岁月呀 全文很长了 我不可能在一期节目当中 把这事都讲一遍 甚至大概意思讲一遍 都是困难 但是现在呢 关于这篇文章 我跟大家读其中一段 印象中 毛主席在第六节的时候 专门讲到 说这个 在现阶段上的 中国社会的性质 革命的对象任务 这些问题清楚之后 我们对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 就是说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 和中国无产阶级 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 中国革命 现在和将来的关系问题 就容易明白了 毛主席苦口薄心的 就跟那些干部讲 现在我们干的是什么 将来要干什么 这个关系讲清楚 毛主席说 既然现阶段上的 中国的资产阶级的 民主革命 不是一般的 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而是特殊的 新式的 新的民主主义的革命 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 而中国革命又处在 20世纪 30年代 40年代的 新的国际环境当中 即处在社会主义 向上高涨 资本主义向下低落的 国际环境当中 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和革命的时代 三个处于 那么中国革命的终极前途 不是资本主义的 而是社会主义的 共产主义的 也就没有意义了 这话是1939年讲的 大家觉得不觉得 都到21世纪的 我们在讨论中国改革方向 中国未来到底朝哪去的时候 我们还是在这个问题上办算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所以我们走了一些弯路 所以我们有些事情 人民其中不满意 所以如果不是2012年 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我们重新往回找补 大地微微暖气吹 大家可以想见 百年 建党百年 不是这个状况 毛主席的理论 毛主席的思想 毛主席在1939年 那样艰苦着急的条件下 已经解决了的问题 我们没有很好的学习 没有很好的领会 毛主席在这篇文章当中说 现阶段的中国革命 既然是为了变更 现在的殖民地 半殖民地 半封建的社会地位 即为了完成一个 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而奋斗 那么在革命胜利之后 革命胜利之后 因为肃清了封建 肃清了资本主义 发展道路上的一些障碍物 资本主义经济 在中国社会当中 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 大家看看这话 资本主义的经济 在中国社会 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 这不是英明预见吗 毛主席说是可以想到的 也是不足为怪的 资本主义社会 在革命胜利之后 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 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 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的 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 谁说毛主席的改革开放 这没有理论贡献 没有理论引领 读读毛主席的原文 毛主席的话说的何等清楚 但毛主席说 又强调说 它只是中国革命的 一个方面的结果 就是发展资本主义 有那么一段时间 它只是中国革命的 一个方面的结果 它不是全部的结果 全部的结果是什么呢 毛主席说 中国革命的全部的结果 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 又有一方面 是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 这种社会主义因素是什么呢 毛主席说了几条 那就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 在全国政治势力当中 比重的增长 第一条 第二条就是农民 知识分子和城市 小资产阶级 或者已经可能承认 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权 第三条 就是民主共和国的 国营经济和劳动人民的 合作经济 第四条 所有这一切 都是社会主义因素 相信在改革开放过程当中 有一些人自诩为 我是李伦佳 我是改革佳 要把国有经济为主体 改为国有经济为主导 我主导可不见得是主体 一句话 包藏了多少 说不出来的那种心思 还有工人阶级的主体地位 是不是尖锐的理论问题 不是一个尖锐的 不仅仅是尖锐的理论问题 是千百万劳动者的命运问题 毛主席 在1939年的时候 预见到这个结果 讲的具体的一个一个方面的分析 叫我们如何不 附近追悉 感念毛主席的英明 毛主席还说 加之以国际环境有力 中国的资产经济民主革命的最后结果 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 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 咱们今天 咱们今天如果30年代出生的人 在我们这都是老人家了 对吧 我这么老的 我是1956年来到这个世界的 1939年太早了 1939年是怎样一个中国 39年世界上发生什么大事 开除汪精卫 为什么 汪精卫一看打不过了 与其打不过 不如投降 投降我还在这 蒋介石手交老 受他欺负 我投降之后 我变成老大 汪伟政权 被国民党开除了 那就是1939年的事 1939年 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了 周恩来任书记 1939年 国民党召开五中全会 这个五中全会 在国民党历史上很有名 决定抗战方针是什么 是容共 是防共 是陷共 是反共 共产党浴血奋战 百团大战 什么这个平行团大截 是跟鬼子前线厮杀 八路金 四亿信息 浴血牺牲 严习山在后边捣鬼 蒋介石的 国民党的 这个国民党的五中全会 容共防共 陷共反共 共产党有多难 1939年 蒋介石当了最高 什么国防 委员长 蒋介石就那时候开始的 叫做国民党国防 最高委员会在重庆成立 那一年老蒋还下死手 又玩暗杀那套 派杀手到河内去杀 杀谁 杀杀这个 杀那个汪精卫 汪精卫没杀成 后来 后来中过一枪 中过一枪 然后最后 最后死 39年日本人把南昌战了 39年庐山保卫战结束 39年日本人轰炸重庆 重庆大轰炸 景象惨烈 死伤无数 1939年长沙战役结束 日本人死了一万多人 第九战区 伤亡了两万多人 39年 阎西山 这个阎老区 在三个鸡蛋 日本人老讲共产党 三个鸡蛋上跳舞 终于露出 凶残的面貌 醋葫芦 喝完了醋葫芦 开始掀起反攻高潮 1939年中国共产党太难了 但是在这个时候 毛主席为什么是伟大的导师 伟大的领袖 伟大的导师就是预见性 他甚至看到了2021年的中国 终极的中国 中国的目的是什么 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的标志是什么 甚至连国营经济都谈得这么具体 如果我们不学习毛泽东 不读毛主席的书 不研究党史 我们就不知道 像毛主席这样伟大的领袖 引领中国革命 给我们留下了多少宝贵的财富 在今年中国共产党诞辰 一百周年的时候 我劝我和我所有的朋友们 如果有时间读一读 毛主席曾经写下一些文字 就知道中国共产党 为什么能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行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从 五十几个人的 那么一个教授为主体的 青年学生的一个青年的党 最后开成百年老店 并且现在老干新知 依然生气勃勃 因为我们没有背弃自己的主义和初心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见 下期见 太期待了 我太期见了 感谢观看